在25度C时,以至氢氢酸的Ka值4乘10的-10 求浓度10的-8大M的氢氢酸,它的氢粒子最接近下列何者 首先我们写出它的平衡反应是 那其实浓度10的-8,那减掉X,系数1比1,所以右边都是X 接下来就是用它的平衡浓度跟平衡常数之间做一个连结 那我们可以得到右边这个式子 那可以解出它的X的数值非常小,大概近似于2乘10的-9大M 那这也就是氢氢酸解离出来得到的氢离子浓度 那这个数值是不考虑溶剂的水也能解离出氢离子 所造成同离子效应,只单独的由单一物种去形成它解离计算下的结果 所以这个数值是有偏差的 实际上氢氢酸可解离出来的氢离子浓度会比2乘10的-9来得更小 这是因为水会有一个同离子的效应 那水本身同学都知道是若电解值 它解离出来的氢离子浓度应该是10的-7 那比氢氢酸解离出来更大 就远远大于氢氢酸可解离出来的氢离子浓度 所以溶液中的总氢离子浓度 那很简单的去想 就是水可以解离出来的加上氢氢酸可解离出来的 那刚才算出HCN解离出来的非常小 所以跟水解离出来可以省略不计 所以就近似于水解离出来的数值 也就是10的-7大M 因此本体的答案就是A选项 阿逊 9-11 1-10 1-3